我们这趟航线在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高质量族行 本次航程大概30到40分钟 采用的是S92型 空中时速最大是到300公里每小时 最大搭载旅客数19人 所有旅客都配备了防噪耳机 不会受到噪音的影响 我们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 航线上我们会经过广州市区 珠海市区还有港珠澳大桥 沿途会经过珠江新城 可以看到广州的标志性建筑 广州塔小蛮腰 然后也会路过珠海市区 也可以远眺澳门市区 最后我们沿着港珠澳大桥 一路向东飞到香港国际机场 直升机飞行呢 高度一般都比较低 我们本次航线呢 高度飞行都在150米到300米之间 与民航客机相比 对地面的景观标志性的建筑物 会有更近距离的感受